一天下午,美拉尼和皮特各自回房睡午觉,只剩下斯嘎丽跟瑞特两个人。 斯嘎丽愤然问道, 我就不明白,你对他为什么比对我好得多?我对他漂亮多了。不明白,你干嘛对他反倒好得多呢? 能不能希望你这是出于妒忌呢? 呸,别放肆 希望再次破灭,我要是对梅尔克斯太太好些,那也是因为她当之无愧,她为人诚恳无私,非常少见,你大概不曾留意她这些好品德吧? 况且,她虽然年轻,却是我有幸认识的几位高贵女士之一。 你该不是说我算不上高贵女士吧? 咱们第一次相逢,就一致同意,你根本算不上淑女。 哦,你这个讨厌鬼,又提那件倒霉事了,干嘛老揪住人家的小辫子不放呢? 事情早已经过去了,我现在已经长大了,要不是你这样,阴一句阳一句的老题,我,我早都忘光了。 我看不是什么小孩子脾气小辫子,我也不信你会有什么变化,只要不顺心,你照样会抓起花瓶就摔,不过如今你多半样样顺心了,也没有必要摔那些小东西了。 哎呀,你这个,我要是男人就好了,非得跟你决斗不可。 那样的话,你可要白送小命了呢,五十码外,我就能一枪把一块银币穿个窟窿,还是用你自个儿的武器好一些,酒瓦了,花瓶了等等。 你,你这个恶怪。 别指望我一听到这个,就会发火啊,对不起,我让你失望了,你既然骂得对,我干嘛要生气呢? 我当然是个恶棍,干嘛不是啊? 这是个自由的国家,谁想当恶棍都可以,只有你这号伪君子,亲爱的夫人。 你的心底照样是黑的,却还遮遮掩掩,给人戳到了痛处,才会暴跳如雷。 面对巴特勒若无其事的笑脸,四平八稳的腔调,斯嘎丽无计可施。 从没有碰到过这种软硬不吃的家伙,斯嘎丽嘲笑,冷淡,辱骂,种种手段全用上了,却一一的碰了臂。 不管斯嘎丽说什么,这个家伙脸都不会红。 惊艳告诉斯嘎丽,撒谎者最怕人家骂他不诚实,胆小鬼最怕人家骂他不勇敢,粗鲁汉子最怕人家骂他没教养。 下流鬼也最怕人家骂他不体面,而巴特勒不然,他什么都认,还哈哈大笑,记得斯嘎丽骂得更厉害了。 数月来,巴特勒来来去去,来不报信,去不到别,斯嘎丽一直弄不清他到底来亚德兰大干什么。 其他的封锁县的商人很少有老远跑到内地来的,他们只销把货卸在维尔明顿和查尔斯顿。 生意人,投机商,自会从南方各地蜂拥而至,在拍卖场上抢购封锁物资。 他若一趟一趟的专位看他而来,那斯嘎丽倒可以欣喜一番了。 可就连虚荣心胜过常人的斯嘎丽对此也不肯相信。 巴特勒若向他求爱,对他身边的男人表示妒忌,或企图握住斯嘎丽的手,向斯嘎丽讨一张照片,或一条手绢做纪念。 那么斯嘎丽也会得意,以为巴特勒被他的魅力所俘虏。 可巴特勒始终是不露声色,最可恨的是,还把斯嘎丽试图降服他的种种伎俩,统统砍破。 巴特勒只要在亚特兰大一出现,女人们便非凡迎天。 敢闯封锁线,本身就够浪漫的了。 还有那样的坏名声,多刺激啊。 她名声够坏的,亚特兰大的太太们每句一次闲话一通,她的名声就更坏一层。 结果,年轻姑娘们反而认为她更有魅力。 姑娘们多半十分天真。 只听说,巴特勒跟女人们在一起很放荡,可到底如何放荡,又不了了之了。 还听人在嘀嘀咕咕说,姑娘家跟她在一起很危险。 可自打,她投资来亚特兰大,连一位小姐的手都没有亲过。 不过,这种拘谨,倒使得巴特勒更显得神秘兮兮,动人心魄。 亚特兰大人议论最多的,除了前线的英雄们,就要数巴特勒了。 她是如何因酗酒与女人的事儿被逐出西点军校,人尽皆知。 她如何败坏查尔斯顿那个姑娘的名义,而又打死了人家弟弟的骇人丑事,更是无人不小。 从查尔斯顿朋友的来信又进一步得知,她的父亲是位可敬的老绅士,个性刚强,骨头很硬。 亚特二十岁那年就被父亲赶出了家门,不但没有给她一分钱,干脆连儿子的大名也从家用圣经上划掉了。 从那以后,亚特便到处流浪,加入过1849年加州的淘金热,去过南美和古巴,在那些地方也没干过什么好事。 据亚特兰大的人说,她与女人们纠缠不清,数次开枪杀人,给中美洲的乱党私运军火,顶糟糕的是,还常常操赌博营生。 佐治亚州里,赌博之习家家难免,谁家没个男人或亲戚好赌呢?赌钱,输房产,输土地,输奴隶的都有。 但这不同,男人可以把自己输成穷光带,仍不施为上等人,但以赌博为业,就只能遭世人唾弃了。 要不是战乱,要不是瑞特·巴特勒为邦连政府效劳,他也休想出入于亚特兰大的上等人家。 但如今最古板的人也觉得,当以爱国为上,宽大为怀,心肠慈悲的则认为巴特勒家的逆子已幡然悔悟,正在竭力将功补过呢。 于是女士们也感到通融一点,责无旁贷,尤其人家闯起封锁线来,那么不怕死。 人人都明白,邦连的存亡,不仅在于前方将士,也依仗着闯封锁线的船队,躲避北老舰队的本领。 谣传巴特勒船长是南方最棒的舵手,他闯荡大海,天不怕地不怕, 自小在查尔斯顿长大,对卡罗莱纳沿海查尔斯顿港附近的条条弯岔,暗礁,浅滩,了如指掌。 梅尔明顿海域他也摸得一清二楚,他从未损失过一条船,甚至从未被迫丢弃过一条船。 战火初起,他手中的本钱还只够买一条小快船,默默无闻。 如今偷运一船封锁物资可获利二十倍,他已经成为四条船的主人了。 他出手大方,雇上几名高手掌舵,趁漆黑的夜晚,悄悄地驶出查尔斯顿和维尔明顿,把棉花运往纳扫,英国和加拿大。 英国的沙场在停工带料,工人们忍饥挨饿。 任何有本事闯过封锁线,制胜北老舰队的人,到了六浦都可以漫天的要驾。 瑞特的船队极心高照,一面为邦连运出棉花,一面为南方运进急需的军用物资。 女士们觉得,对这样一位勇士,就是他做过再多的恶事,也可放过不提。 巴特勒派头十足,引人瞩目,花钱如流水。 他骑一匹黑色的猎马,衣着时髦,做工考究。 光这身打扮,就已经足够招摇的了。 因为眼下士兵们的军装都又脏又破,而老百姓即使穿出最好的衣裳,也看得出精心修补过的痕迹。 斯嘎里觉得,从没有见过谁穿像他身上这样雅致的裤子。 淡褐色的料子,苏格兰尼质地,还织上棋盘格子。 她的背心也漂亮得无法形容,尤其是那件白波纹绸的,还绣着两个粉红色的花蕾呢。 而且,她衣冠楚楚,又仿佛漫不经心,举手投足间,越发显示出潇洒气派。 她要想对女人下功夫,那魅力可就没人招架得住了。 最后,连梅里威瑟太太也屈尊邀请她星期天到家里吃晚饭。 美贝尔·梅里威瑟打算与她的小个子义勇兵办喜事,婚礼就定在巴特的船长下次休假的时候。 可她想起来就要哭,因为她打定主意飞穿白段子结婚礼服不可,而眼下跑遍南方也甭想弄到白段子。 她也借不到一件现成的,因为这几年白段子结婚礼服全用来做邦连的旗帜了。 一心爱国的美里威瑟太太斥责女儿,说做邦连的新娘子穿上布里服挺合适的,但女儿不肯,说为了事业,没有发夹、纽扣、好看的鞋子、糖果、茶点都能将就, 甚至乐于将就,但白段子礼服却非有不可。 瑞特从美拉尼的口里听说了此事,便从英国买来了好几码闪亮的白段子,外加一方网眼的面纱,送给了美贝尔小姐做结婚礼物。 此事做得滴水不漏,叫人家都不好意思开口付钱给她。 美贝尔乐得恨不能亲她一口。 美里威瑟太太也晓得这礼物太贵重,况且事观衣着,收下来实在是不合适,但又无法拒绝。 因为瑞特花言巧语,口口声声打扮咱们邦连勇士的新娘子,再好的衣裳也不过分。 于是,美里威瑟太太便请她到家里吃饭,觉得给巴特勒这个面子比付给她钱还有余。 巴特勒不光给美贝尔送来了段子,还对礼服的款式出了些好主意。 这个季节在巴黎裙孤更宽大,裙摆更短小,裙服不打褶子。 只在裙边收拢,做出一圈扇形,好露出底下裙居的乡边来。 巴特勒还说,巴黎街头已经看不到女人裙子下面露出长衬裤的了,所以那想必是不实心了。 过后,美里威瑟太太对埃尔辛太太说,她当时要是鼓励她往下说下去,只怕巴特勒连巴黎女人如今穿什么内裤都要说出来了。 数月来,巴特勒是城里风头最贱的浪漫人物,尽管以前名声不大好,如今又有传闻,说她不但做封锁物资生意,还倒卖粮食。 不喜欢的人都说她光顾一次亚特兰大,量价就得上涨五块。 但是,即使人们私下里到处飞短流长,巴特勒却认为自己的红人地位值得一宝的话,也不难办到。 然而,她偏不,跟当地这些古板的爱国公民打一阵的交道,赢得了人家的敬意和吝啬的好感之后,她似乎又犯了怪脾气,公然冒犯人们,让人们明白她的善行只是一种伪装,而她现在不高兴伪装下去了。 巴特勒似乎对南方的一切人,一切事都瞧不起。 虽说,不关系个人恩怨,她尤其看不上邦连,而且不肯收加掩饰。 正是巴特勒对邦连的非议,使亚特兰大人对她心事大惑不解,继而冷眼相看,最终愤怒不已。 1862年还没有过完,先生们对她恭身致敬时,已经有些冷淡了。 太太们一见到她,在社交场合露面,就赶紧地把自己的女儿拉到了身边。 她不但冒犯亚特兰大人火热真挚的爱国忠诚,从中取乐,还有意地贬低自己。 人家好心好意地夸她突破封锁线真勇敢,可她却冷冷地说,遇到危险的时候,她同样怕得要死。 和前线的将士没什么区别,谁不知道邦连战士没有胆小鬼,但听她这么说,自然尤为恼怒。 她一提前方将士,便管他们叫我们的勇士,灰军装的英雄,怪强怪调,不斥于侮辱。 有些胆大的小姐有意调情,便感谢她为他们冒险,真的了不起。 可是,她听吧,便举了个弓,声明不是这么回事,说只要能赚同样数目的钱,为了北老女人,她也会冒这个险的。 一卖会的那天晚上,斯嘎利第一次遇到了巴特勒之后,他跟斯嘎利说话,就一直是这种口气。 但现在,跟谁说话,他都讥讽嘲弄,很少掩饰了。 人们夸他为邦连立了大功,他就说闯封锁线是他的买卖。 如果能揽到政府的合同,他当然不去冒险闯什么封锁线了,可以向邦连推销再生簿,摻砂糖,没面粉和烂皮革来挣钱了。 他的话多半令人无言以对,结果只是更糟糕,对那些专做政府生意的商人们,公众早有微词。 前线不断抱怨鞋穿一个星期就坏,火药点不燃,马江胜一使劲就断,肉是臭的,面粉里钻满了虫子。 巴特勒不仅寒沙摄影的抨击政府要员贪污受贿,诋毁前方将士贪生怕死,开罪了全城百姓,还有意的戏弄普遍体面的市民。 使人家狼狈不堪,对周围一切人的自负虚伪,夸夸其谈的爱国主义,他一律戳穿不悟。 如同小孩子看见气球就忍不住要把他刺破一样。 城里人捧他的那几个月里,斯嘎利就对他不存幻想。 斯嘎利很清楚,巴特勒的刻意殷勤,花言巧语,都是诚心挖苦。 斯嘎利知道,巴特勒扮演的这么个勇闯封锁线的爱国者,只是寻开心罢了。 有的时候,斯嘎利真觉得,巴特勒就像线上那些与他一起长大的野小子。 像塔尔顿家那对孪生兄弟爱搞恶作剧。 方丹家那几个一肚子鬼脸子专门哄人骗人的孩子是一样的。 但瑞特跟他们又有所不同,他表面轻浮,骨子里刻度,这种虚情假意的残忍,尽于阴险。 斯嘎利虽然看透了瑞特的虚情假意,却又巴不得瑞特扮演这么个封锁线的勇士的浪漫角色。 这样的话,至少与瑞特的来往比当初要方便得多了。 所以,瑞特拉下了面具,故意与亚特兰大人的好心过不去。 斯嘎利真是恼火极了。 瑞特这样干真蠢,况且人家对他的尖刻指责,有一些也落到了斯嘎利的头上。 瑞特是在儿心太太为康复商员举办的募捐银币音乐会上与人们彻底翻脸的。 那天下午,儿心太太家宾客营门,休假的士兵,住院的商员,自卫队员,民兵,太太,小姐,还有不少的寡妇。 他的家里坐无虚席,连长长的螺旋楼梯上也挤满了客人。 管家恭候在门手,捧着一支雕花大玻璃缸。 缸里募到了的银币,已经倒空过两次了。 单凭这点,就足以证明音乐会十分的成功。 因为眼下一块银币价值六十块邦连纸币。 每一位有点才艺,装点门面的姑娘,都上场表演了。 弹琴的弹琴,唱歌的唱歌,造型剧也博得热烈掌声。 斯嘎丽好不得意,不但与美拉尼一同唱了一曲动人的二重唱《露水鲜花》, 还应邀加唱了一首轻快的《哦,女士们,别踩斯蒂芬》。 而且,最后一场造型剧中,他又被选中参演邦连精神。 斯嘎丽的形象极为动人。 他穿一件戴裙者的白粗布长袍,系一条红蓝两色腰带。 他一手高情邦连旗帜,另一手身相跪在面前的亚勒巴马人凯利上尉。 将查尔斯父子两代用过的金柄军刀授予了他。 演出结束的时候,斯嘎丽不由抬眼寻找着瑞特,看他是否欣赏自己的动人形象。 这一看,倒使他火冒三丈了。 原来瑞特在跟人家争论,大概压根就没有注意过他。 从瑞特周围的人的脸色看来,瑞特的话又把众人给惹恼了。